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 KX 看股 今天是10月1号啊 2024年啊 9月通常是比较慢的啦 9月是一个 Market 通常是比较慢的 月份啦 10月通常会比较好 所以今天11号我们已经看到了啦 有点动力啦 有点动力啦 这个 Extro 业绩蛮不错 我们等一下进去看看 今天有些新闻啦 Pnex 大账啦 因为那个Google Club又跟他合作 然后呢还有一些新闻啦 啊 还有 很多人也许啊 现在啦 有 有想要去看看香港的股市啊 因为你知道啦 现在中国要刺激经济减低了 那个利率啊 利息啊 这个借钱的利息啦 买物资借钱的利息啊 都可以支持这个 房产 然后中国政府还想要 啊 要投资啊 啊 要投资 一个Tillion啊 啊 一个Tillion进他的这个 啊 啊 经济啦 啊 一个Tillion Yuan啊 一个Tillion 人们币啊 一个Tillion啊 啊 一个Tillion啊 不是一个Billion人们币啊 听清楚 一个Tillion人们币啊 是很多钱啊 啊 OK 所以希望啊 当他注册这个 啊 进去那个银行那边 银行就开始借出来 啊 这些啦 啊 银行开始借出来 所以就很多钱会在market啦 啊 很多钱在market 所以很多钱在market 那些人就有钱啦 可以借到钱就有钱嘛 对嘛 很多人做行李什么都是借钱的嘛 啊 买物资什么啦 所以你可以借到钱 利率低 这样子啦 所以market就很多钱啦 很多钱通常就会发生什么啦 啊 都会发生这些 啊 经济会增强啦 啊 因为很多人买东西嘛 买东西你的生意就好哦 房产容易卖 你的货物也容易卖哦 全部 也许 中国会有一个 比较长久的反弹啊 是现在很多人在看了啊 所以明天我做一个视频 我们看看香港啊 不然我们 散户不能direct买中国的 啊 中国股市啊 不能投资direct进中国股市啊 好像是只集团 大集团才可以哦 但是香港啊 有些我们本地的broker 是可以买到这个 香港的哦 所以我们这个 我的朋友这个CGS啊 OK 也是可以啊 可以投资香港的哦 所以如果你要开户口 下面有连接啦 CGS啊 OK 啊 我的朋友是让你买事啦 你要好的 你买事跟你很好谈的 上面有连接啊 CGS International OK 你填那个表格交上去 他会call你的 他会联络你 OK 你要玩香港 现在香港呢 现在中国啊 已经中国香港已经大战了一轮 可能 这几天他们holiday OK 可能会回调先 holiday过后 可能会回调 回调之后 也许他会慢慢的涨 因为 所以还没有肯定啊 还没有确定啊 如果他真的要放一个 这个trillion 经济 market 至少会有一个短期 长期我们不知道啦 因为长期现在国际不好 啊 这个美国 我们怕美国跌进经济法 对美国跌进经济法 对也是惨啊 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的 啊 经济 所以他的买东西的量是很大哦 他是用最多 就是啊 天世界 最有钱的国家啦 就是跟你买东西啊 他们会 啊啊啊啊 买最多的东西的国家 所以这个国家如果这个 经济衰退 你的东西也难卖去他那边哦 啊 好像我们的 total一分分钟也会难卖哦 所以 会少一点哦 他的量 啊 也会影响到中国了啊 所以如果中国只靠自己也是难 哦 中国本来上次 他也试过靠自己也是不能哦 他经济也是跌下来对嘛哦 所以他 他也要被逼去 啊 欧洲去美国哦 要要要叫他们投资啊 就只是靠自己也是不能 因为中国经济太大 以前可以啊 现在不可以了啊 现在经济 中国 经济太大 哦 中国的 中国的现在的 他们的 啊 啊 人工啊 薪水全部都很高了啊 不是 不是好像以前这样啊 便宜便宜了 他们的啊 这个啊 工作人员的薪水了啊 薪水也告诉他们 一定要大量的哦 要外纸来吃吃吃吃啊 也是才好 比较 比较好一点哦 明天我们早上啊 如果 明天早上啊 我们 我做一个视频 看一看香港 康星 看他走势 然后我们拿几个 在这个中国 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啊 我们去看一看 他们的走势是怎样的啊 看他长期有没有机会啊 OK 好 小生看看免住是明天啊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 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 报导研究分析价格 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 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 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 期货商品 能源贵金属等交易 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 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看看国际 推上来了 刚下我看是没有这样好的 收市的时候也是给国家队推一推它 1656上了7.4点 还没有收市之间 看到才上了2点 再上了7点 0.454% 收在1656了 突破1650了 新加坡 新加坡 掉了0.041% 香港应该是没有market 香港中国这个星期是没有market 中国好像是休息到 整个星期了 中国是休息一个星期了 所以要小心 你们追上去 因为有时 一个星期 休息一个星期 有什么 不好的新闻 可能它会大跌下来 或者中国讲 它 它不会注射 这个放这样多钱 去这个 银行那边 可能减 没有给到一个trillion 可能它讲少了 半个trillion 这样子 有可能会大跌 所以要小心 第一波应该起 我们等第二波 比较安全一点 中国也是holiday 一个星期 这块有点危险 你追进去了 我们等这个holiday过了 怎样 澳洲掉了0.7 sorry 韩国掉了2.133 日本上了1.392% 泰国上了1.055 我们看这个澳洲掉了0.736 台湾上了0.746 印度掉了0.15 六数不强了 今天啊 不强 这亚洲不是很强 看欧洲 英国上了0.278 然后德国上了0.299 小小动力 看美国 美国昨天 澳洲上了0.041 NYSE上了0.078 S&P上了0.424 NASDAQ上了0.384 所以这个 美国 你看他的 他是 慢慢的起 他不是很强 因为 看来 大集团 他是没有大量去玩 大集团的 现在是 小 小的资金 小的资金 或者散户去玩 所以他起不多 如果他是起1.2% 那是证明 大集团很高兴 看到这个美联储降息 很高兴 但是没有 所以你要小心 大集团没有去开墙 你要小心 你看天天都没有上1% OK 我们看 中优4201 中优1点强 BANU70 援U66 牛不强 金2665 OK 赢31 OK 美金对马 美金上了一点 4.1670 以太 比特币63千 OK 以太坊266 OK 我看看马股 又是收市 你看啦 又是收市推上来的啦 OK 16点 推推推 最后收市来推一下子啦 收点摔了 这个是 这个是差不多 4点开始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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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看这个 你看量今天 你怎样相信 2.554个Million 这样的量你怎样相信 不能相信 新年的数据 现在1656上了7.48个Million 7.48% 7.48.0.045% 上升股672 下跌股379 没有变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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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没有交易的 884 今天 LSI OK 不错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谁 手套有点反弹 DNex 今天有点强 我们继续看 OK 看板块 建筑掉了0.21 消费上了0.54 能源掉了0.44 金融上了0.55 医疗大帐1.91 工业上了1.2 种植上了0.14 房产上了1.24 REIT上了0.22 还不错啦 今天科技上了1.89 电讯上了0.56 运输上了0.7 然后这个 Utility工业上了0.88 收市又有推一下子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外资 昨天外资是卖251M 净卖蛮大量 然后散户 本地集团有买218M 所以集团有推是OK的 然后本地散户有净买33M 所以这个星期 这两个星期 上个星期这个星期就外资淘 外资再卖 然后散户在本地集团再买 OK 我们看看Facebook 看看图 看看图 昨天 昨天状态不好啊 不好意思啊 昨天我的有伤风 伤风感冒 今天好一点 还有啦 但是比较好一点 没有昨天这样 昨天真的讲话都难了 OK 今天我们看怎么样 他能不能突破啦 现在他暂时 他是走一个 暂时他是走一个 下跌通道啦 KLCI啦 他没有突破这个通道 还是往下跑 他突破通道 可能他就还有机会再跑啦 就是还有机会再跑 这个 这个高点 等1780 还有机会啦 OK 要到年尾了 所以他必须要突破了 OK Ace Market Ace Market 今天还是横盘 但是有点动力啊 上了0.7 中盘 中盘上了0.77 也是有一点动力 可能他会在17前这边反弹 我讲的这两条线啊 17.4跟17.2 看来他在17.4 这边有反弹 可能要反弹了 小盘小盘上了1.15 也是刚才我看没有这样大动力咯 也是收拾这个垂涨期的啊 不收垂涨期 有点动力了 突破17.7才讲啦 17708 可能这 只有一个小小头间 可能他要反弹了 OK 马股看来有点动力了 这个星期啊 我们看医疗 OK 医疗他跑了 他今天有点动力 今天上了1.918 所以我最好 我等他突破这个通道 最好他突破这个高位2.132 这样会比较安全 但是他没有盖这个窃口 我不是很 啊 不是很高兴啦 如果要玩的话呢 我希望他回来盖到这个窃口 会比较好 但是因为 中国啊 现在靠近了啊 中国会被这个美国啊 进口税会增加哦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 手套行业是很好了 啊 可能他不会盖窃口啊 因为这个是太好的新闻 可能他继续再跑 继续再跑 他突破这条下跌通道先 那他再突破这个高点2.32 这个啊 这个就我们啊 可能就是他的真的要开跑了了 他真的要开跑了 他不要等了 他不要回去盖窃口了 他不要回去盖窃口了 因为这个新闻太好了了 哈哈 太好了 他对那手套鼓了 太好了 第一他突破这个 2077 然后再突破2132是好事啊 OK 可能他继续就要跑了 工业啊 工业今天还在很烦 但是如果他继续突破 有可能有一个小反弹 我们看这科技 科技可能在座底哦 这边呢 他做了更低的高 如果他能突破61 尤其是突破62是好事 我不是讲他会进牛市 但是他可能有一个短期的反弹啊 他有机会啦 他有机会 OK 其他OK啦 Utility还在横盘 Facebook一下 MN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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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MNRB MNRB 还在跑啦 做不成 然后开始跌了 这个呢 等他跌到更低再次啊 这个应该还有机会的啦 啊 这个第一次的 那个老底 失败啊 OK 跌到便宜一点 还没有啦 还没有做出反弹模式 等他做出反弹模式 不成功啊 OK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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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起了 真的好好啊 到好像不用本 看一下这个 Dnex要我们去看了 Sifu,Aaron,Minhau,Giyong Giyong很闷啊 OK OK,我们看新闻 Pritical Holdings赢得美国跨国公司 8200万令吉合同 OK,这个是做这些电的啦,电的东西的啦 OK,CSP OK,CSP它上升通道 跌破了,然后它又跌破这个下跌通道 有机会来1.04,1.18,但是这边有很多主力要小心啦 但是你现在进有点迟啦,你找这边突破 1.85,36就好进了 进有点迟了,我觉得 受美国关税影响 KawanFood将关闭中国工厂 扩张空间有限 Kawan要关他的中国工厂啦 Kawan还在跌啦 因为他已经冲了一路,应该还在跌啦 他突破也没有 突破1.9才讲啦 他不讲 Sypart因垃圾焚烧发电厂停工而入得第一季度亏损 预计工厂将于月底重启 Sypart因垃圾连续亏很多个月 所以他 上一轮 上一年的36M收入 现在49 赚305 305千 哇,他亏很多 18M Sypart 不好 他月底很 很难看喔 暂时啦 OK 你看啊 三角形 他突破不了 假突破 跌了一下 那他跌破了 就三角形 他还 我看的还会 继续跌了 OK 看他的图 Zatty Tinti在赛城获得价值5087万令吉的地下电缆安装工程 好,拿到这个啦 地下电缆了 OK 他已经潮流了 JD Group一直在跌了 双顶在这边了 OK 这个新闻就潮流了 The Maiden子公司获得5200万令吉吉打太阳能项目合同 RHB Research重申对The Maiden前景的乐观态度 1.33 他给The Maiden 1.33目标 看The Maiden再跌 1.33在这边 so 等他跌跌跌到更低了 等他跌到更低 The Maiden再试过 然后现在他没有红色的 但是我觉得 还在跌了 等他跌到更低 做反财没事 Astro Malaysia第二季度净利润飙升 132.3%至5470亿万令吉 我们看到收入 上一年第二季度869个M 现在787个M 他生意不是很好 他净利了 他净利23个M 上到54个M 所以一刹 一刹一刹一刹1% YOWA QOQ 221% 但是他的 他今天生意一直在跌 虽然他净利多,净利上有 但是他的收入跟上年比不是很好 所以他可能有一个小反弹 如果突破0.295可能有机会 但是他要大量反弹没有这样努力 我觉得因为他的收入没有起 如果他收入起,就不同 他的胜利又涨 看0.295 他站稳0.295也许可以 谷歌称到2030年 马来西亚的投资将为其GDP增加30亿美元 创造26500个就业岗位 DNEX上涨16% 应与Google Cloud合作的消息 而在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表现最活跃 DNEX有新闻了 要跟Google合作做云端 所以现在Google 现在这个 暂时 DNEX 我觉得大主力会在这边 他现在 长期你看他好像要做一个底 做一个爽底 他站稳在0.335 他是有机会了 如果跌破就不好 他站稳在0.335 可能有机会来0.51 突破0.61 有双底 可能就可以来到银行目标了 可以上来银行目标 可能这个 他在这边 可能这要做底了 OK 0.335 没有跌破 如果是有机会了 这个DNEX 可以 分析师认为FPSO单位的首次石油开采 将推动Incent 2025财年第四季度的盈利 他有新的这个了 开采FIRST OIL 可以支持他了 OK 云生油 有啦 GNAN的有给3.55 啊 Pubblebank给4.78 然后RSP给3.29 我们去看这 云生 云生起了 现在再跌 所以云生呢 我觉得等他跌了先 跌跌跌跌到下来 支撑位2.5 啊 2.5 2.6 啊 回来这些有上升 模式我们再去看啊 上面有3.29 3.55 哇 4.7 这样高 所以这个呢 我们等他回调先 现在再回调 啊回调先 回调了现在 OK 我们看 看一个短短的信息 我再点水 不要忘记点点赞分享留言啦 OK 要支持视频啊 记得咯 按按铃铛 按手指 分享留言 还有开户口可以试 CGS iTrade 我的朋友试试 CGS的 啊 你买色啦 我很好谈的啦 好的服务 好的平台啦 你可以试啦 OK 哈喽 然后呢有链接你要开LUNO 要买比特币 要 要 要注册这个啊 Trading View 免费版也好 啊 这个付费版也好 哦 你要开这个啊 CGS 可以投资马阿谷 新加坡美股香港 下面有连结啊 OK 你看 东力股 Petras Dagan 丢生 Petras Dagan炒了啦 那天啊 所以应该是套利了啦 他送到来这边 主力刚刚 我们讲的主力这边啊 OK 啊 就跌了啦 21块也套利了啦 这个现在 头间看他可能还要跌了 OK OK 丢生 丢生 丢生还在一起啦 恭喜你啦 丢生还在一起啊 还在一起 OK OK 2.29啦 看来没有大的红蜡烛 没有大的红蜡烛 没有大的红蜡烛 没有这个什么啦 没有这个下点珍珠 全部OK啊 没有吞没蜡烛 OK 红蜡烛多个青蜡烛就不好 大个青蜡烛又是不好 但是OK OK 丢生 我们看手套 啊 手套我们看是要怎么样 手套最重要 我觉得你看那个 啊 板块啊 板块创新高 会比较好啊 但是我看一看啊 哈达 哈达量9个Million 平均 5个Million 富士很大啊 所以他也下跌通道 他突破3块钱 我们再看啊 现在我还不是很 还不是太乐观啊 高山高山也是啊 他也是在那边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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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炒啊 他也不是强 突破2块钱再讲了 啊 2块08了 我觉得了啊 OK Superman Superman也是在那边生炒 全部都没有盖 那个缺口啊 高山就盖了 高山盖了缺口啊 高山盖了缺口啊 其他的没有盖 OK 啊 Superman Superman又是哦 Superman你看啊 他有一个通道 哎呀 突破9毛钱会比较好啊 啊 突破啊 9毛钱啊 还有这个top呢 top呢看见没有 top呢也是chop 没有盖 啊 但是我 不是很乐观啊 如果盖掉缺口 我会比较乐观去玩 他没有盖掉缺口 我是没有这样乐观 就非板块 以料板块突破创新高啊 OK OK PENTA TETA BITROX 今天很多这个 啊 科技啦 科技啦 科技有可能要反弹 PENTA如果他突破通道 突破3.82有机会啊 有机会因为他很低了 我不是讲他全部会专流失 可能会有个小反弹 因为他很便宜哦 OK 因为他tetop很低了 tetop很低 BITROX BITROX 突破3.5啊 再讲啊 3.57 INARI INARI INARI也是 突破3.12 也许有一个小反弹 我们 我们不是讲他转进流失 看上美国会不会继续跑 但是呢 可能会有一个小反弹啊 至少他在那边做得低了 TETA很低了 GOOHUB T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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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F 现在那 queda 现在它已经被跌了 但是 pochi 被调很高了 h 很够 没有迈的信号吗 反弹 没有迈的信号 我可以继续守啦 很简单 马星 马星也是啦 马星突破 但是我不觉得他会很强 但是有机会来就被1.89给你逃啦 给你逃啦 下一波 能不能来到这2.05这些咧 可能啦 但是 你是短期 你有制度盈利 你可以进去追玩一玩短期 长期咧 我觉得他是很高的啦 你要追是很高 你是买到很高的价位 Sing phone Sing phone 突破还可以跑啊 还在跑 OK 看来看来还有机会啦 OK 看来看来可以跑到多远啦 OK好了 今天我们讲到这边先 不好意思啊 这两天就是有点伤风啊 声音不声 好啊 OK 明天见 拜拜 OK 拜拜 谢谢大家